2009年9月在巴拿马蓝山附近 一群少年玩耍时发现一个洞窟 他们刚刚钻进洞穴中 一个好像橡胶做成的无毛怪物 就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为了滋味 几名孩子用随身携带的棍子 将这个怪物乱棍打死 并且丢到了悬崖下的一个水坑里 一段时间后 惊魂未定的孩子们总算平静下来 他们又返回原处 将怪物的样子拍了下来 并寄给了报社 英国的部分小报 将它比喻为电影《魔界》中的咕噜 有着类人形外表 照片流传到网上后 引起人们许多猜测 有人觉得这是一种 早已灭绝的罕见动物 也有人认为 这不过是只无毛死狗 甚至有人认为 这恐怕是外星人留下的外星宠物 这件事当然也引起了 生物学家们的注意 英国古生物学家达伦·奈斯 对极为少年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并指出这具尸体应该属于树栏 在少年们发现它时 它就已经死了 尸体在水中泡了一段时间后 失去了毛发 因此才是这副惊悚的模样 在1996年 哥斯达利加也出现过 类似无毛的不明动物尸体 后经查验证明 那也是一只树蓝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 有灵万物 树蓝主要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 在哥斯达利加数量较多 而巴拿马与哥斯达利加接壤 因此对巴拿马怪物是树蓝的猜测 可信度还是挺高的 像我们平时印象里的树蓝都是这样的 身上不仅长着长毛 而且还满是绿藻第一一类的植物 这树蓝好像去染过发一样 也难怪人们认不出来 树蓝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睡觉 据称它每天要睡15到18小时 睡在树下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丛林里的掠食者肯定不建议 在树蓝睡觉时来上一份自助餐 因此树蓝干脆做了个决定 睡树上吧 为了睡在树上 树蓝的前爪不断进化 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它弯曲的爪子能长到10到14厘米长 即使是成年老虎的爪子 也才5到8厘米 只有树蓝的一半 据说树蓝即使在瘦中正行后 也能用这对爪子挂在树枝上 树蓝为什么要每天睡那么久呢 因为它的能量摄入实在是太低了 树蓝是杂食动物 虽然也会吃点昆虫之类的食物 但主要还是树叶 嫩芽 果实一类的 毕竟树叶不会跑 为了吃树叶 树蓝有一个复杂 庞大 而且运转缓慢的胃 这个胃有4个胃室 具有和牛胃类似的发酵式功能 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勤慢无比 树蓝一天大概能吃掉60克的树叶 相当于一个鸡蛋 一般的反出动物 消化过程一小时计 而树蓝为提高能量吸收率 消化过程能长达一个月 也就是这漫长的消化过程 树蓝才能从树叶中获取足够生存的能量 为了吃到更远树叶 树蓝还有一根长舌头 能伸出25到30厘米 接近它自身体长的一半 为了更大范围的吃树叶 它能像猫头鹰那样扭转头部 为此它还长出了8到9节脊椎骨 而哺乳动物的脊椎骨通常都是7节 树蓝为了吃树叶 已经进化出了4个卫视 30厘米长的舌头 还有比正常哺乳动物多一节的脊椎骨 即使如此 树叶提供的能量还是不够 那怎么办 只有节衣缩食了 为了节约能量 树蓝可谓做到了极致 它的肌肉只相当于同等体型动物的一半 它看起来大 其实身上都是毛 树蓝还专门在内脏上 进化出了一层节力组织 让它们的内脏挂在肋骨上 这点一度让科学家们摸不着头脑 这玩意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后来研究发现 因为树蓝长期倒掉 如果没有这层节力组织 呼吸时会多消耗7%到13%的能量 此外 树蓝竟然连体温系统都给改了 树蓝的体温很低 能在25度和35度之间波动 过低的体温给它们造成了许多问题 甚至危及到生命 比如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 仅有与其体型相当动物的一半 这也是它们为何看起来 慢吞吞的一个很大原因 当雨林里迎来漫长的雨季 而雌性树蓝又处于哺乳期 它的体温还会更低 以至于胃中的细菌都不再活跃 难以帮助消化叶片 雌性树蓝甚至有可能在肚子里 装满树叶的情况下饥饿而死 树蓝的一生几乎都在树上度过 极少到地面上活动 它们的前爪和内脏特化 以至于在地面活动变成了负担 虽然有后肢 但却不能走路 全靠前爪拖动自己 在地上的移动速度 只有每分钟两米 但即便如此 树蓝还是有下树的时候 甚至为此冒着生命危险 那就是下树上厕所了 动物可没有道德观 树上的动物如烤拉 都是高空投物 而树蓝却会慢悠悠的 从树上爬下来 用它们的短尾巴挖个坑 上完厕所后 还会将其掩埋起来 然后再花费同样的时间 爬回树上去 整个过程大概花费6小时 据统计 意外死亡的树蓝中 有半数以上 都是为了上厕所而死 科学家称 在树蓝身上的毛发中 有着许多的绿藻 绿藻的生存也需要养分 养分从哪里来呢 那就要说到树蓝身上的 一种虫子 树蓝鹅 当树蓝下树排便时 树蓝鹅便会跑到 粪便中产卵 等到之后 树蓝再次下树 发育成虫的树蓝鹅 就会带着绿藻需要的养分 跳回树蓝身上 而绿藻生长后 又会变成树蓝的伪装色 有些时候 树蓝还会食用身上的 这些绿藻来补充能量 树蓝小小的躯体上 竟然还隐藏了 这样一个微型生态循环 只能说 大自然 无奇不有 树蓝是一种独居动物 每天只活动几个小时 那它总得有交配的时候吧 但它们的动作实在是太慢了 因此 树蓝还进化出了 一样奇特的习性 和一项特殊的本领 在热带雨林中 叶子是一种充足的食物来源 在一烟亩的土地上 大约会有200多种树木 和藤蔓植物 但每只树蓝 却只会分别食用 其中的部分种类叶片 不同的树蓝 食物是不同的 这就避免了 因食物争夺而产生对抗 树蓝们也可以近距离地 生活在一起 而且这种密实习性 还会由雌树蓝传给后代 包括那些能特定消化 这些叶子的长岛细菌 虽然住得近了 但能省能量还得省 树蓝的繁殖剂 通常是在8到10月 也就是雨季到来的时候 树蓝就会跳进河里 借助雨季时泛滥的河水 进行远距离移动 它们的毛发和卫带 就像游泳圈一样 给它们提供了福利 比其他动物更少的肌肉 减轻了负担 这两点结合 让它们成了游泳健将 因为它沾水之后的样貌诡异 脖子还能扭到背后 上岸以后行动艰难 特征和传说中的水猴子 颇为类似 也常常被人误以为水猴子或水鬼 许多人都有疑惑 树蓝这样的习性 到底是怎么在自然界里存活下来的 其实 原因熊探长已经在前面的视频中提到过 树蓝只吃树叶 避开了和其他动物的争斗 毛发上的绿枣给它提供了保护色 而茂密的毛发 能够防御中小型动物的抓摇 几乎一生都在树上活动 避开了树下的大型掠食者 巨大的爪子不仅用来爬树 也是它们的防御手段 再加上它的肉并不好吃 肌肉量很少 体重的三分之二 都是胃和带消化的树叶 很少有烈尸者愿意做捕食树蓝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大自然是残酷无情的 树蓝却在其中充分利用自身的每一个特点 将一切转变成生存的力量 在自然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 探密的最大动力